12月22日,大家早上好 这两天由于身体原因呢 昨天呢,不肯耕了早平啊 晚上我是坚持耕的 今天呢,稍稍好了一点啊 所以说我们准备恢复了今天开始啊 这样来讲呢,我们就来说一说 今天A股怎么走 能不能出现红周四 因为B就是连续下跌 昨天又是缩了一个严重的量 注意,这个量可是极量啊 极低的D量啊 一般情况下不是D量见D价吗 是不是这样啊 今天是冬至啊 是个24节期当中呢 重要的节期 有些时候呢,盘面是 重要的节期点选择变盘 这是一个啊 当然,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我们先来看一看 昨天晚上的消息面啊 先来看一看外盘 欧美股市是全线的 上涨的啊 美股呢,大型科技股呢 是扑涨的 新能源汽车股是全线的扑涨的 油气啊,航运呢 也都是扑涨的啊 再来看看我们的富士A50啊 富士A50呢,也是上涨的啊 只不过上涨了0.6亿啊 补充一下啊 纳斯达克 中国融指数是涨了3.72 我们的热门中概股呢 也是扑涨的 实际呢,从这样看呢 外盘是支持今天A股上涨的啊 最起码早盘应该是高开的啊 你看呢,你看 道琼斯涨了1.60 这不少了 标普500涨了1.49 那么纳斯达克呢 涨了1.54 是不是啊 这都不少的 这都不小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消息面 昨天晚上的消息面可不少啊 监管层出了一大堆啊 那么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 引导社保基金等个性 各类的大色冲长期资金的加大入市的力度啊 这对股市形成长期的利好啊 长期的利好啊 然后呢 是监管层又说了啊 加大支持房地产的市场平稳发展啊 占用资这已经开口的了 十年好像有 还有呢 全面实施上市公司的三年质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 这都是十几次的利好啊 但是呢 停留在什么层面呢 停留在这个政策的初期 这个马上要对股市形成刺激呢 还是有限的啊 但是这个利好累积到一起 就真真正正的就走成 二是呢 领导层印发的就是说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改革方案 这个呢 是职业教育体系啊 可能对这个全面的教育呢 可能不一定是太好的事情啊 我们只是 我只是这么一猜 大家今天留意一下 教育呢 涨的已经不低了 是不是 可能出来之后呢 不一定会怎么走啊 还有呢 就有一条国企重组的重大消息啊 宝钢与中钢集团实时重组 这个实际啊 市场有点预期 但是不是那么强啊 这种央企的重组呢 对中字头啊 央企改革的板块 有望出现一定的刺激 今天会活跃 可能尽端时间都会活跃 我认为这个重组这个题材啊 总体上啊 消息面就是这样啊 我们来看看盘面的走势 昨天在这个位置 创了一个阶段性新低 3060 这叫什么 这个我因为就是地价了 但是呢 那个地量啊 这个成交量啊 22268亿啊 这个地 这个量好像是几年的地量啊 我翻到这儿啊 昨天我翻到这个位置 这肯定是今年的地量 今年的地量 恰巧又到这个重要的位置上啊 所以说呢 我判断 这个地方就是 第一步区域了 你不管这个地方是什么浪行 不管这个地方是什么浪行 或者你就是五浪下跌 但现在看不是五浪下跌 就是二浪回撤啊 我说的是底部区域 不是说低一点 一般情况下 地量之后 你想想这个地方出现低量之后 经过反弹之后 也创了个小的新体 很多股票是从这儿开始起来的 我说这个意思是 然后呢 后面呢 这边是全动起来的 这个地方也会咋走呢 我判断今天会齐温反弹 反弹时间呢 不会太长 大家要注意 也就是修复一个上岗之后 然后再一探 或者再一横 才是我们期望的跨年的行情 应该在那里展开 但是这个跨年行情有多大 怎么跨 就要看后边的量能配合 我估计啊 在月末的时候 会到3150点的上方 但在这期间 你看有几个交易日 没有几个交易日了 是不是 下面还有一周零几天好像是 是不是 那么在这些天呢 中间必须得有比较大的阳线 才能盖出这颗阴线 才能达到3150点的上方 如果没有达到呢 我估计 阳历年前后 也运行的是反弹周期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大家不要太着急 不要太着急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见啊 我们给它切换成30分钟走势图 这是30分钟走势图 到这之后呢 你看这就昨天有一定的红柱 说明了有一些股票 已经算先开始反弹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会往上走一下 也不一定往上走的 力度很大 但是呢 个股以反弹为主的两天 我们先攒定两天 那么两天 今天是周四 明天是周五 下周呢 现在是五个交易日 这是七个交易日 现在一共才八天 今天周四 明天周五 那么一共就有七个交易日了 几年 那么七个交易日 好像时间有点不太够了 一般上去 你看 它上行一下 再下行一下 这个时间周期 好像不够了 年前呢 收复那颗大银线的 就是收复到这个的上方呢 这个概率好像是不大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我认为两个年前后 应该是以上涨为主的 所以说我们的策略 就很明显了 虽然我们判断 这里面是底部区域 但是不是低点呢 可能就个反弹呢 大家常会中了 还是要降一降 我们判断那个 再次下滩的那个很温柔 但是你要看权重的颜色呀 毕竟像白酒啊 等等的东西呀 前期领长呢 刚刚开始调整 而且昨天他们已经开始 有一定的反弹了 今天如果明天再反弹的话 有的个别创新高之后 后面的反弹 后面的调整的力度还要加大 所以说走势呢 还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们就怎么办 大的方向定了 我们按小的节奏 慢慢的耐心的跟着做 后面的行情把握好了 那么今年就胜利了 好了 今天的上午9点20 恢复抖身直播啊 希望大家关聆啊 另外一个事情呢 就是我的 给我助助力啊 今日头条的头像 点进去 下面有一个助力榜 助力榜每天拔票啊 谢谢大家支持齐平啊 我们一会儿 潘宗见 对 好